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占所有高血压患者的75% 大家问了同型半光氨酸对身体有什么损害呢 同型半光氨酸可以导致呢 一个是增强血小板的凝集功能 大家知道血小板是可以聚集一起来会长血栓 所以说呢同型半光氨酸会导致血栓的形成 再一个呢它会破坏血管的内皮细胞 它把内皮细胞破坏掉之后呢 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动脉中央硬化 所以说呢如果高血压合并高同型半光氨酸症 它呢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就会增长5倍 比正常人呢就是高达20到30倍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H型高血压 加密宝链 旺冰漫上的水如 相比较死于 달腾是数损成的 与点范 chemicals 一词